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美元现在呢就是被这届美国政府搞的呢 就是乱发钱之后就搞的颠三倒四了 真的是完全颠三倒四 那在这种颠三倒四的情况下 川普就明确表示 在外交在这个外贸货币当中 那进行外贸货币非美元交易的国家 就是你结算不用美元进行交易的话 那你的所有进口美国的产品 将可以百分之百的关税 所以他再次同样是利用了美国的消费市场 那美国三亿多人的消费市场 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那无论印度有多少人 中国有多少人 那他就是以这样的霸主身份出现 那这种霸主身份的出现本身呢 他的基础在今年第二季度吧 应该是第二季度 全球交易当中呢 美元依然占主导地位 占有29% 第二位呢是欧元占有20% 那但是呢 在这条新闻为什么冲击力 是冲着习近平说的 他原因就是 是习近平跟普京主导了非美元的这个货币体系 对吧 在金砖国的背景之下 抗衡美国 那抗衡美国的很大的基础 是跟俄罗斯遭到制裁有关 在俄罗斯遭到制裁的背景之下 那俄罗斯凭借他自身的能源大国 甭管石油 粮食 天然气 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基础 就是人民需的基础消费的资源的背景之下 他国土太大 对不对 那这个这个东西他用不完了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那他遭到了 禁止使用美元 对不对 不需使用美元 他遭到制裁 他就转为软化 罗币 这个卢布跟这个黄金 以这样的方式 在这样的一个寻求 survive 寻求生机的过程中 那跟中共国呢 中共国认为是机会 所以就可以低价 大量的 把俄罗斯作为 中共国进口 包括粮食进口 一个基础 一个靠山 那中共呢 习近平一直想 对立美元 独立美元 那原因就是 同样他看到 对俄罗斯的制裁 如果放在中国身上 他受不了 所以与其让你制裁我 让我打 打一个措手不及 那不如我先跟俄罗斯联手 所以金砖五国的基础上 所形成的这种货币 这个基础 那巴西在 巴西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民选当中 一个社会主义者上来 巴西 所以就 他的国家性质 也就变身导向 那南非呢 就是 现在变成了一个穷国 只剩一个印度 在其中呢 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而 而这个 就这个组织的 相应的成员 在大批的 笼络着发展中国家 也就是透过 中共国的一带一路 那中共国的一带一路 是输出产能 所以很自然而然的 人民币就成为了 与美元去对抗的 欧元之外 与美元去对抗的 充满敌意的一个货币 那所以我们才说 川普这番话 就是冲着中国去的 冲着中国 那他一个更大的基础 是因为在今年12月份 这个拜登呢 已经颁布了一个政策 货币政策 就是在 谁敢用美元 偷偷的再跟美元 跟这个俄罗斯做交易 那所有银行 将遭到制裁 美国的制裁 所以中共国的人民银行 中央银行 国际银行 在在缩减 就是很小心的缩减 这个跟俄罗斯之间的交易 那中共国呢 是一些地方银行 在跟俄罗斯之间的交易 因为他必须得 透过银行进行交易 这样的话 也就变成了 川普的政策 在相当程度上 跟拜登的政策 是吻合的 吻合的 那而 在这个吻合基础上呢 川普是跟他的幕僚 协商了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之后 协商之后 然后公开了这种政策 那这样的政策 是一种强国的政策 就是美国强国的政策 在大选当中呢 同样是去冲击了 就是在他的选举政策当中 会跟今天的美国政府 就是民主党政府出现对立 在我看来 基本就是 它是一种 一箭双雕的概念 在选举中 他来推动美国人的民族感 那种自豪感 感情 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 去捍卫美元的地位 那否则的话 在国际社会当中 美元将会受到巨大冲击 所以这是川普的公开的表达 那这个表达会对 这个表达会对 习近平跟普京 有着直接的伤害 拒绝使用美国国家的 征税百分之百的关税 当然这里头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来保证美国的经济 不出问题 说句实在话 如果就在大选前后 美国经济出现巨大的风波 美元就这么 美元的国债就这么大 那他怎么去来 拼借他的表态 和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 就足以能够阻止呢 这是另外一件 所以他只能代表 川普个人的态度 很难说 这个国家就顺应的这个方向 如果不使用美元 就别想跟美国做生意 我们将对你的产品 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 这代表川普的关税政策 那如果产品 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 直接受影响的是中国 它是否能够实现 可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中共国 对美国的 就是人民需产品 日常生活的产品 影响太大 你都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的话 这个影响是非常大 中共国 印度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去美元化 川普表态呢 是长期支持保护 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 所以在威斯康辛州 直接就表示呢 美元在过去时间里 遭受了攻击 作为 继续作为世界储蓄货币 如果不使用美元 别想跟美国做生意 那征收你百分之百的关税 所以这是 这是它的 因为这个政策 货币政策是 非常厉害 那同样影响到 美国人 他的日常生活 因为他捍卫美元地位的时候 那美元 在美国的 很 民需产品 大批养账进口的背景之下 能够保证 民需产品的价格稳定 那否则的话 美国人就没得生活了 现在 川普声明是跟经济过问 讨论数月之后 包括如何惩罚那些 双边贸易中 使用非美元化货币的 盟友跟对手 包括出口转制 货币操控和关税 所以对人民币的货币 有关货币操控的指控 至今呢 没有敢 其实没有太敢兑现 那美元依然 持有储蓄货币的一种 霸主地位 百分之五十九 那曾经美元的霸主地位 大概百分之七十五 是七十八 所以其实呢 已经衰败的很厉害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